说起航母 美国一直是全球拥有航母数量最多的国家 从美国已经表明的数据来看 其拥有着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这个数量比起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航母加起来的数量还要多 而这也是美国明面上的航母数量 那么如果这11艘核动力航母同时出动 是不是就举世无敌了呢 中国靠仅有的两艘航母可以抵御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在这里我们一起领略大国重气风采 感受科技前沿魅力 点赞 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奔赴中国制造的星辰大海 我们都知道航空母舰战斗群是一个需要海陆空 三者紧密配合的战斗体系 这个战斗体系不仅灵活 而且战斗力超群 重要的是它能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压迫感 不仅是一个国家海军是否强大的重要象征 更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我们都知道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一强国 其海上军事力量也是领先全球 美国海军一直有两支远洋舰队 分别是大西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 总共包括11艘核动力航母 其中包括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10艘 每一艘的排水量都在10吨左右 还有一艘世界上最先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 其排水量更是超过了11万吨 这差不多是中国辽宁号航母加山东号航母排水量的总和 而且每一次航母的出动并不是它单独行动 也就是说每一次航母出动 它都会带着一帮小弟跟随 美国一艘尼米兹级航母出动 通常会搭配两艘巡洋舰 四艘驱逐舰 一艘护卫舰 两艘攻击核潜艇 以及一艘供应补给舰 这样的海上实力足以让美国到达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不得不让很多人认为 一旦美国海上的11艘核动力航母全体出动 谁还能挡得住呢 其实打击航母效果最好 最省钱的方式就是中国古老的海洋军事武器水雷 很多人会质疑 小小的水雷为什么会给海上霸主航空母舰造成威胁 这不是躺臂当车 不自量力吗 其实不然 航母最大的克星就是水雷 甚至别起反舰导弹还要使用 首先我们要知道 现在的水雷是一种布设在水里的具有强大爆炸性的武器 攻击性极强 还具有反舰导弹无法比拟的隐秘性 一旦隐蔽起来就很难被发现 截止到目前 各国也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排除水雷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北海道和库叶岛之间的中古海峡 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从这里经过 最大的原因就是在这片水域之下 埋藏着大量的水雷 即使时隔70年 这些水雷仍有爆炸的可能 所以在世界上 不论是普通船还是海军 即使是最大的航空母舰 也不愿意经过水雷区 另外一个水雷的成功案例 就是二战末期用水雷封锁日本四岛 当时美国用核潜艇 轰炸机在日本周边的海域布置了很多的水雷 这直接导致日本的航运中断 从而削弱了日本的战争危险 据了解 当时日本被中断航运之后 迫使远洋舰艇的很多人因饥饿而丧命 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海上军事力量 已经是现代战争的规模 如此还无法避免水雷的威胁 可想而知 扫雷的艰辛与水雷的威慑力之大 严重威胁到了航母的正常行驶 说起水雷 那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神兵力气 别看近代中国的海上实力弱 频频受欺负 想当初我们也是有过 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舰队 与举世无敌的海上实力 只不过后期的发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 但是这也无法抹掉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要知道风靡全球 经济又实惠的水雷 最早出现于中国明朝的强盛时期 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也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一种 它是建立在火药的基础上进行制作的 当时为了打击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寇 古人用火药制成了最早的用于人工控制 通过机械激发爆炸的毛雷 据记载 当时的毛雷外壳用木箱包裹 内部填满黑火药 然后用油灰粘缝密封 最后还需要人为的将其拉火引爆 这样的水雷比起西方国家制造和使用的水雷 足足早了两百年 这时 我们不得不感叹咱们中国古代人的智慧 真的是无人能及 随着现代的发展 水雷也迎来了一代一代的演变 现在很多人对水雷的第一印象 还停留在一个个球状的水雷 被一根根铁链拴住漂浮在海中 而且在水雷远远的脑袋上 还插满了触须 笨拙的样子 就像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个个海胆在水里游动 随着时代的进步 原本的这些水雷已经上不了台面 中国最新研制的水雷终于问世了 那接下来我们的主角就登场了 中国最新研制的智慧水雷有以下四个特点 特点一 隐蔽性强 经过中国科研人员的不断研发 中国的新型水雷终于采用了全新的隐身功能 只要被布置在海水中 就会处于待机状态 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敌方即使用最先进的雷达也很难发现 一旦航母进入到水雷的检测范围 它的动力系统马上就会被启动 立刻对航母进行攻击 特点二 拥有自动识别 追踪目标的能力 这一特点就是让水雷在水下通过保存的大量水文信息 能够识别敌我军舰 还能够识别渔船 以防误伤的情况 在进行识别之后 对敌舰所处的位置和速度进行探测 一旦锁定目标就能够主动出击 自动追踪目标并对目标进行打击 悄悄地追着你打 就问你怕不怕 特点三 威力大 中国最新研制的水雷 爆炸威力大概相当于3000吨TNT当量 对万吨级战舰都能造成伤害 而且水雷并不是单独存在 都是提前大范围布置水雷 一旦进入到水雷的布置区域 一颗水雷的引爆 将会带来成百上千颗水雷的铜池爆炸 其威力不亚于反舰导弹的轰炸 特点四 智能计算机控制 想要实现以上的这些特点 主要还是靠水雷的核心都有计算机控制 不管是隐蔽 识别目标 攻击目标 或者是提前爆炸 范围连锁爆炸等等 都可以用智能计算机进行控制 不会出现水雷一旦布置 就听天由命的尴尬局面 这样一来 之后的排雷也会简单很多 中国的智能水雷有没有惊艳到你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忘记订阅 小编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最新最全的科技资讯 据了解 中国现有水雷十万枚 可以随时投入实战 要知道原世界各国海军的水雷总数也才25万枚 中国就占了40% 可见一旦有外军入侵 中国的水雷就够他们喝一壶的 而这只是中国防御其他国家海军入侵的其中一道防线 在海面上还有导弹舰 在陆地上还有航母杀手东风导弹 而水雷只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 况且水雷的效果也不错 究其原因 只有中国的海洋军事实力日益强大 祖国强大才能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我们深知路后的苦楚 我们更了解追赶他国的不容易 没有这几十年的艰苦努力 我们也不会看到一个强大自主的新中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对于中国水雷这一深海武器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和小编互动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